1977年,卢克天心者在星球大战4新希望中驾驶了一辆反重力的悬浮车 名字叫做陆行艇 那疑问就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没有发明出任何的反重力装置 更何况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呢 设置组显然是没有真正的反重力汽车可以用的 那他们是怎么创造出这样的悬浮效果的呢 靠CG吗 抱歉啊 那个年代的CG光是想要把用胶片拍摄下来的图像 变成像素化呢 就已经是个大制作了 1973年,当CG首次在西部世界里面跟电影插出火花时呢 他就只能干这么一丁点的事情 所以仅仅才过了四年 你觉得他的起色能有多大呢 绿幕,抠图,悬浮 在1977年也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啊 跟魔术师取经呗 障眼法 这张照片呢 你就能看到一清二楚了 在路行艇的车身侧面与地面之间啊 装有一面镜子 靠反射出来的道路影像把里面的轮胎给隐藏了起来 很简单 但是也很有创意 对不对 这张照片里面的反中离飞行器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段 你乍一看呢 还真感觉他们是凭空悬浮起来的呢 好 那到了今天这样的思路还有价值吗 有的啊 咱们可以拿它来隐形啊 英国BAE系统公司呢在大约10年前就开发出了一款 他们所谓的高科技隐形斗篷 叫做自适应伪装技术 在我看来啊 他们很可能就是在借鉴这种好莱坞的古典技艺嘛 只不过是把镜子换成了更为高级的 可以快速改变自身温度的热电材料 他们将它制作成边长为14厘米的六边形砖块 于是呢就可以拼接起来适应各种各样的武器的侧面了 从地上跑的到天上飞的再到海里面游的通通都可以披上它啊 然后该系统呢会实时的扫描附近的地形建筑植被等背景信息 读取他们的热量图再将其复制到自己身上 从而制造出一个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红外影像 专门拿来欺骗敌人的侦察设备 它既可以把战车变成植物 把直升机变成云朵 把军舰变成海了 也可以 想变啥就变啥 只要是能够在数据库里面找得到的东西就可以了 比如这个把战车变成轿车的把戏如何呢